军事实力是国家的拳头,军事实力越强,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强,如果国家落后,就要处于被他国安打的份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 我们看一下利比亚、伊拉克、叙利亚这些弱国的战争就能情深体会到他们是多么的弱不禁风,美军是多么的骄横拔骨。 美军作为世界上综合能力最强大的军队,航母数量全球第一,连很多武器装备都是世界顶尖技术,美军常年征战,又丰富的作战经验,俄罗斯虽然经济贫穷,但军事实力丝毫不含糊,尚能和美军搬手段,因此稳居世界第二,中国军事实力世界第三,和美俄不同。 中国多年未参与战争,令人奇怪的是,为什么很多国家军队多年不敢挑战解放军了? 有专家如实回答,国人自豪不已,别看解放军三十年未打仗,但解放军却安思维,解放军有自己的驻越和军事基地,经常模拟战争状态,断打出一批平永散战的军队。 这边解放军训练,那边的军工企和科研人员也不闲着,他们加班加点,为解放军打造先进武器,东风导弹推进出新,东风刺十一导弹刚刚服役,接下来还有可能有东风五十一。 海军那边,国产航母建造速度十分快,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已经完成第三次海事,服役之日可待,意味着中国将步入双航母时代,再过几年就是三航母时代,想想挺激动的,空军那边已经有些二十战斗机了。 这不算啥,空二十才是最重要的,到时中国补齐了三位一体和打击能力。 中国解放军拥有了这么多令他果文风放弹的武器,战斗力满满,但专家提醒,武器是一方面,最重要的是解放军有坚强的毅力和必胜的决心。 战争,打的不是武器,而是人的意志,纵管我军作战力时可以证明,我军的意志十分坚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